各位好 我是你們的主持陳國棟 我們首先看看教宗接見美國主教團 和上星期在羅馬的基督徒合一祈禱 之後看看華鐵盧聖工會信友團體加入天主教 最後呼籲中國當局釋放失蹤和被捕的主教和司徒 首先是有關教宗和梵蒂岡的消息 1月19號 教宗在梵蒂岡書物會議大廳接見了美國主教團 談到身福全面對精神和文化的挑戰 教宗說 美國的傳統世界觀來自信仰 源於自然和天主的道德律 不過這種觀念被背離道德真理的極端思想所侵蝕 以基督信仰為敵 教宗因此指出 政教合理的分離不能夠被解釋為 教會必須對某些道德問題保持沉默 教宗感謝美國主教團保持和從政的教徒的接觸 協助他們了解自己的責任 尤其是尊重生命、維護人性尊嚴和推動真正人權 在上星期一 教會合一周 不同的基督宗派和天主教領袖 在羅馬一同為基督徒合一祈禱 凡帝剛期望通過這次聚會 可以增加各團體的認識 和了解大家共同擁有的價值觀和傳統 教宗亦在基督徒合一周 接見了來自芬蘭路德會的代表 他說天主教和路德會 在這個充滿未接受救恩喜訊的人的世界裡 我們應該用我們的友誼和對耶穌基督的共同見證 加快秉起我們之間的分歧 達到基督徒合一的榮源 在加拿大各教區都舉行了基督徒合一的祈禱 而在香港適逢歲晚 香港教區劏漢書記 和其他宗教領袖聯儲賀持 呼籲大家和充共濟 全意求同 維護社會和諧 現在看看加拿大的教會消息 在一月元旦日 十二位元圍滑鐵路聖工會信徒 進入了與天主教的圓滿共融 他們參與由涵美頓主教 在主教座堂的共濟尼莎 他們發言接受天主教信仰 同時領受堅鎮和聖體盛事 這樣一個保存了聖工會傳統的天主教團體 Saudality of St. Edmund King and Martyr就誕生 他們是繼卡加里的聖John the Evangelist 第二個在加拿大加入天主教的聖工會團體 這個教會新結構 是依照教宗09年頒布的中座憲章建立的 是讓聖工會團體進入與天主教的圓滿共融 同時仍然可以保持聖工會原有的精神和禮儀遺產 最後我們看一則中國教會的消息 農曆新年是中國傳統合家團聚的節日 幾億中國人趕著春運返鄉和家人團聚 在此時梵蒂岡亞洲新聞通訊者致涵中國主席胡錦濤 和駐意大利大使丁偉要求釋放九位主教和司徒 聖座萬民福音傳播部秘書長韓大輝總主教 就此運動發表了評論指出釋放被捕的主教和司徒對中國有益 關押主教和司徒不僅為基督信仰團體造成困難 亦為國家造成困難 以下是九位失蹤和被捕的主教和司徒 河北保定教區蘇志文主教 副主教陸根君神父、劉雲根神父和馬武勇神父 河北逆縣詩恩祥主教 河北宣化教區張建臨神父和崔泰神父 山東省河澤教區黃成立神父 陝西省周治教區吳欽敬蒙籍 今個星期的報導就來到這裡 恭祝各位觀眾在農年煮寵日農 萬事有煮愛得滿日 拜拜